让我想想究竟是什么让你再一次来到我的面前 你的渔泳是为了庇护那些民众 还是说觐见我才是你的本意 哦 将我从永恒的名思中唤起 该不会就是为了说这些吧 那你是否有些过于小觑我了 颜兽令的事我当然知晓 并非如此 我知道的只是一切关于永恒的事 包括颜兽令的颁布也是由我所默许的 而那些愚人众的所为尚未构成对永恒的威胁 否则他们早已被肃清 愿望本就是不利于永恒的东西 你或许还没有意识到 追逐愿望往往会让人失去更多 正如收缴神之眼一事本身 并不会有人因神之眼离身而丧命 丢掉性命的 反而会是那些执意要追逐愿望的人 不是吗 吕者 你在我眼中的确是特殊的存在 你的身上似有数之不尽的不确定性 换言之 你与永恒相距最远 所以 我无意要你理解其中意义 仅有此身 为这天下人间带行永恒之道便好 没错 你居然会清楚这些 罢了 你是在寻找 动摇我意志的机会 对吗 好吧 唯逆永恒之人 让我看看 你的觉悟 看 哎呀 现在才想起来吗 神子 这就是你的盘算吗 可别忘了 把意识寄宿于物件 是谁教会你的 你该不会以为 单靠你的愿望 就能胜过影的意志吧 虽然你身在此地 但他们的愿望 早就寄托在你身上了 所以 闭上眼睛 直到你 你打进去海的之处 你为天下第一的线道上 先眼看看 纯白色的红颜剑 找到至于 而就想办法 宝贝 可以得到平等盾 你打得还坐在 我希望可以 废出眼神力 你败了 你败了 盈 超脱了空间与时间 已经是无人能将其扼杀之物了 这是你在黎月的旅途收获吗 人类向前奔跑 将神明甩在身后的国度吗 可我们又为何要自顾自 一厢情愿地放弃前进呢 前进所带来的那些失去 你也同我一起见证过 唯有永恒 唯有永恒才能 没光闪过之处 便会投下瘾 我 即是瘾 以无响 为道气塑清一切前进的阻碍 然而 每前进一步 便会失去些什么 甚至最终 连他也失去了 那些事迹 至今仍在每一棵雷鹰树的 阴蔽下传送 可那些失去留给这个国家的烙印 也依旧在灼痛 去追寻便好 哪怕是虚余的光亮 我们至少拥有此刻 他曾经这样说过 可我却目睹了全力奔跑的国度 在天里面前失去一切 或许我又将时间定格 雷光 才不会消灭 此刻 是亿岁的徐王 唯有永恒 才最接近天里 如今 我不再适应 此身 即最为殊胜尊贵之身 应是天下之大权 此身 应许沉鸣一梦 即是千世万代 不变不移的永恒 天里 对我来说是不知所谓的东西 总而言之 你只是想永远地守护你心爱的道妻 是吗 你说的 有些太过轻描淡写了 可是这个国度 是否有永恒存在的价值呢 失去了愿望 失去了变化 就仅仅是存在而已的国度 不过是一句空壳 那样的话 就算毁灭了又何妨呢 神子 收回你的妄言 千世万代 不变不移的永恒 这是我给予臣民的许诺 可你的臣民需要的 并非是你的许诺 他们想要的 是你的住室啊 神之眼嘛 人类的寿命经有百年 他们无力承担那些失去 经历过一切的我 才会选择指引他们 去往正确的永恒 可是永恒对你来说 太过残酷了呀 盈 对我 你不仅不再去注视世人 也已经不再注视自己了 几百年来 一个人在这里 一定很寂寞吧 可这是必要的 不前进的话 也会错过很多 在此静止直到永恒的你 不也在失去着吗 明明忍受着这样的孤独 却又要为了永恒 而把这份孤独的时间尺度无限拉长 告诉我 为何此地的天空曾是那样灰暗 而偏偏此刻又泛起了光芒 这里是你的一心净土 是你的内心世界 所以 其实你很开心可以再次见到我 你早已无法忍受此地的孤独了 对吗 我 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我可有说不尽的话要和你讲 对了 就让我把这几百年间的事情讲给你听吧 几百年间的事 要讲多久 狐仙的记忆力可是很好的 几百年间的每一个细节 我都不会忘记 所以 大概要讲个几百年吧 神子 我本以为 已经不会再有机会与你这样会面了 能见到你 是永恒之中的变数 也算是惊喜 既然你老老实实承认了 还可以继续做朋友 真是小孩子气的谈话 不过 既然我输给了你们的计划 那我便会依照你们的意志 废除眼兽令 但关于永恒 关于这个国家是否应该前进 我需要再考虑考虑 唉 刺史之中小孩子气的 都是你呀 后来 雷电将军如约废除了眼兽令 人民的愿望 最终还是扣开了他所必的心扉 一心净土之外 他在世人的眼中 同样见到了永恒 当愿望过于强烈之时 神明便会向他投下视线 有些愿望 足以抚去伤痛 带来圣机 唤起希望 有些愿望 有些愿望 即便拥有他的人 已然身孕 魂归高天 却依旧一如诞生时的模样 真挚 而赤热 直至永恒 你们在雷电将军的一心净土里 到底做了什么呀 眼兽令居然真的废除了 这样啊 我还担心得很呢 所以神子这次找我们 难道是要跟我们道谢吗 快过去找他吧 这不是凯旋的旅行者吗 盗神社可是来还愿的 不是你教我们来的吗 开个玩笑 我正在等你们 神子的心情好像很不错 是啊 难得和多年未见的老友叙叙旧 怎么说都是件值得开心的事吧 话说 我后来才听说 你居然和愚人中的执行官 来了场御前决斗 这胆识实在值得赞许 能正面挫败那个女士 你的实力也已经超过我的预测了呢 但总之 能赢就好 可喜可恨 终于让愚人中的计划 好好受挫了一次 至少这次 没让他们成功带走神之心 等等 你们提到了神之心 是那个像棋子一样的东西吗 对呀对呀 神赐也见过吗 鬼七神所有 于天空倒相连的神之心 怎么了 那个东西被我交出去了 不然的话 你以为我用什么 从散兵的手里换回了你的命呢 散兵如今可是愚人中执行官的第六席 论实力还在女士之上 我可不是那种动不动就拼上自己性命的角色 我竟然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尹自从创造了人偶的形体以后 神之心便无处安放了 作为曾经与尹关系最密切的朋友 尹将神之心交到我手上 并保管在名神大社 他本身就已经不再需要神之心的力量 据他说 他也已经与天空倒断绝了联系 既然如此 神之心便是无用 又只会招致纷争之物罢了 所以 用他换回计划的核心人物 不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买卖吗 而且从结果来看 我确实赚到了呀 这么说也是 在我心里 旅行者好像也是比一颗神之心要之前的 所以 神子还没说 这次叫我们过来究竟是要做什么呢 是答谢哦 真的吗 既然你们一直在全体瓦特旅行 如今到期之旅 也该告一段落了吧 作为仇谢 不论是今后的路 还是过往的疑惑 就由我来给二位一并解答吧 有什么想问的吗 老大这样啊 那好 好好吧 我还以为你会将 谁会呢 这样吗 对你来说 你没有神之 就在你